30多岁的王先生 掉发情形严重 范围很广 甚至连眉毛也掉 令他十分困扰 如果没有局部感染情形 患者也没有接受过化疗 在医师详细询问下 终于发现跟王先生的工作有关 有一些油脂或者是粉尘这类东西 在他的工作环境里面 沾到他的头发 沾到他的眉毛 原来王先生从事刀具研磨工作 平时只有戴手套防护 却不知道所使用的油脂 还有作业时产生的粉尘 可能含有刺激皮肤的毒性 刺激掉头皮及眉毛的毛囊 他避免了这个以后 他慢慢的事实上就会恢复 因为我们的毛囊期 他是暂时的休止 他并不是永远的 他就丧失了他的作用 罕见的掉发跟掉眉毛的原因 原来跟工作环境有关 在做好防护措施之后 王先生的头发跟眉毛 也已经慢慢展回来 大爱新闻 张国人 郭继宗 台中报道